《黑幫和勝和》 早前選出四個新座館 做新一屆辦事人 而上星期二晚 幫中元老戴華舉行秀宴 有後任座館到場祝賀 進一步確定辦事人的身份 上星期二晚 一班班的古惑仔 陸陸續續走入長沙環一棟商業大廈 原來曾經做過社團拿數人的 和勝和元老戴華 當晚在這裡舉行秀宴 延開二十多席 現請幫中兄弟 當中有不少江湖人出席 好似跟戴華同一屆做辦事人的 勝和元老戴華 懲佐管素負心 其他社團都有人到場 好似14K罪惡大佬華喜 14K九江街話事人立章 以及水防叔虎桂李文等等 我們發現 當晚其中一個黑衣男人 經常約人上前跟他握手擁抱 好似向他恭喜渡河 原來這個男人叫阿焦 就是和勝和四個後任辦事人其中一個 有消息說 由於當晚是社團元老擺酒 阿焦就要後任辦事人身份到場 除了可以對外確認自己身份之外 還可以拉攏幫中關係 和勝和上屆只有兩名錯管 分別是串仔和ETB 到了今屆 可能各區大佬都想自己旗下門生上位 所以今屆都好像前屆一樣 有四個辦事人 分別是阿焦 四眼康 資權 和少行 阿焦是元老大飛的門生 亦和江湖野火人脈 上海仔關係密切 所以被推舉做今屆其中一個辦事人 據悉阿焦撈開金融和財務公司 而且撈到風山水起 出來走 有錢就多人 而四眼康是江湖有名的撈家 可以私底撈倒 據悉四眼康雖然為人低調 但交際能力很高 而且和幫中兄弟關係不錯 和台灣和韓國的社團都有關係 而他的後台十分厲害 四眼康的乾爺 原來是聖火焦急猛人傻腹的拜門大佬 而四眼康現在是元老雞腳黑的人馬 有消息指 四眼康今次參選 得到前鎖管沙田V和紫騰力撐 是四個後印班少人最搭馬的一個 而資權是聖火太上皇兒子的人馬 勢力範圍在元朗 兒子近年在元朗靠收地撈到風山水起 在幫中是數一數二的有錢佬 近兩屆兒子都有出錢撐人做坐館 像前屆的紫騰 上屆的串仔 而今屆兒子就撐自權上位 最後一個少行 是荃灣猛人阿澤的門生 據悉 少行早年曾經過澳門老島廳 更年就主力做麻雀館 每個月都分六七十萬利潤 財力洪厚 根據社團規矩 和勝和選錯館 都是由一班曾經做過辦事人的元朗投票 並不是每個古惑仔都有份投票 有江湖人士說 由於部分叔父輩人物已經過身 所以現在只有二十多人有權投票 今屆四個辦事人 就是由這二十多個元朗選出來 另外這四個後任辦事人 今年九月就會正式接任 我支持一周刊 我支持一周刊